美军这下该放心了 俄罗斯唯一一艘让美军感到恐惧战舰 终于要进大修场了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7月10日报道称 俄罗斯海军北海舰队旗舰彼得大帝号可动力巡洋舰 将于近期进行维修升级 预计停航时间约10年左右 其实早在2017年11月底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尤里里索夫就公布 彼得大帝号核动力重型巡洋舰 将进行为70年的大概 整个维修升级大约需要10亿美元资金 彼得大帝号重型巡洋舰 是目前世界上除了航母以外 军队最大的水面战斗舰艇 满载排水量达2万吨以上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艘现役的非航空母舰和动力水面作战舰艇 该舰以攻击航母或航母战斗群为主要作战目标 配备了500枚包括20枚垂直发射的SS-N-19超音速远程反舰导弹 96枚中远程防空导弹 128枚进程防空导弹 以及200多枚中级拦截和中远程反潜导弹 该舰装备的500枚个型导弹 是美国载弹量最大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的4倍 是一艘不折不扣武库舰 因此美军把该舰称为美国航母战斗群最恐惧对手 彼得大帝号是基洛夫级核动力战斗群羊舰4号舰 前三艘舰在苏联解体后 由于经济低迷 俄罗斯政府无力负担 陆续除异 上个世纪90年代末 经济好转 尚未服役的彼得大帝号完成现代化 改装后进入俄罗斯海军服役 成为北方舰队旗舰 该舰和库茨涅佐夫号航空母舰 是俄罗斯海军唯一两艘现役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但更将老化不堪的库茨涅佐夫号航母 在去了一趟中东后 就直接开进了大修厂 而随着彼得大帝号巡洋舰停航维修 俄罗斯海军最近几年 将面临着无大型水面舰艇可用的尴尬境地 俄罗斯海军之所以到了这个地步 说到底还是潜在作怪 由于俄罗斯军费预算逐年下降 其有限的军费支出 还要首先保证一级制胜武器发展需求 海军军费则逐年缩减 这些大型吞金兽 根本没有闲钱来按时维护保养 该舰的设计制造总工程师上舰检查后发现 240多个导弹发射筒 由于没能按期维护 不同程度受损 其中90个导弹发射筒 已经失去作战价值 两个能用30多年核反应堆和两台燃油锅炉 仅用了不足20年 就已经到了非大修不可递步 其余的舰的电子系统和辅助系统 更是损坏的不堪入目 难怪总工在检查完后期的指着大校舰长怒斥 你们是怎么开的 并称 如果再这样使用该舰 不知道爱奇 干脆别修了 据封评论 2018年7月11日